我当时穿了一个短裤 赤着脚 他说直接要去视察那个屋顶 看这个哪里要防台 他认为说我是不是因为 我是不是拿了高兴在这边 每天睡大觉 每天花点酒地 欢迎无道 他可能会有这些猜想 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就在这里 就在我的鼠项 他那个亲戚已经跟他打过报告说 这老吴很奇怪 他来这边没有训练技术 他先训练我们当阿兵哥 因为台干都没当过兵 然后他训练的这些口诀 他觉得很热闹 但他也不懂为什么要 热闹干什么 全部的员工像是那个沸腾一样 因为他根本对大陆不了解 他对什么文化大革命 什么政治活动 一点都不懂 他对我们老板亲戚 他对他的报告里面 我没有看过 因为他们是私下通讯的 好像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老板围服私房的突然跑出来 跑过来之后 他直接找我 很无理的敲我那个卧室的门 我就起来了 那我就穿着短裤 因为我们爬到工厂的顶棚上面 胡琴的顶棚上面 那我是赤脚上去的 以我的体重八十几公斤 还站在那个顶棚上 那顶棚很久了 那他顺便考一下你的能力 像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这个吴少也为鉴 故多能比四 什么玩意我都干过 而且好奇心很强 要在屋顶上走 你必须要走到那个梁的底下 上面 你不能踩在瓦上 踩在瓦上 你可能就 瓦就破了 你就摔在地下 摔死了 摔残了 要踩到那个铁架的位置 铁架的位置上面有钉子 所以你的走步是要非常小心 我在那个屋顶上用跑的 他把他给吓坏了 那个老板当然年纪比我大了 他吓坏了 老吴身体这么强壮的人 怎么会在屋顶上这样跑 你不怕摔下去 我说这有什么好摔下去 我踩的全部都是那个梁的位置 铁梁的位置 我没有踩到瓦上面 如果踩到那个瓦上 那个瓦早就烂掉了 我一下就行事完毕之后 我这哪些地方破的地方 我马上都用粉笔做了记号 然后回来之后 就是要找人去修补那些地方 免得到时候漏雨 结果他跟上来了 我的老板在屋顶嘛 这个事情都是在 因为我们是三班岛的公司 八个小时一班 那个时候还是 那个夜班还没下班 早上八点是交接班时间 夜班还没下班 还在上班的时间 他认为说 那个时间我一定在睡大觉 或者是我根本来这边 就是这边 拿着高 做领高薪 怎么怎么样吧 没想到 老吴是这么积极的人物 这些东西都不用讲 因为这个东西 我是一个实心的 你随时什么时间 你不用告诉我 你随时来看 我在不在工厂 你都可以随便找个员工问一下 我不会做什么虚假的行为 结果他很惊讶 然后我们就在屋顶上 他认为他站在屋顶上 已经不得了了 一个大老板跟着我一起 爬到屋顶上 厂房的屋顶 离地不知道 大概20公尺可能有吧 那他认为说 我们走在那个屋顶上面 刚好那个厂房的旁边是宿舍 宿舍的楼顶上 有一个人在那边 面向了太阳在那边 原地踏步 在那边念念有词 而且声音还有点大 结果那个 我们的老板就问我 奇怪 这时间才5点多钟 8点钟上班的话 5点钟还有3个小时 5点钟天才 才开始亮的时候 怎么会有一个员工 穿着整整齐齐 站在那个宿舍 那宿舍只有两层楼 他在那个阳台上 顶楼就是第三层的位置 他一个人 因为那个时间不会有人 一个人站里面 面对着太阳 在那边一二一 在那边口中念念有词 我们老板说 那个人是在干什么 我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 我说他恐怕是法轮功吧 法轮功 法轮功吧 他在那边练法轮功 我们老板说 什么法轮功 他就是法轮功 不是被禁止吗 我说 他是在搞什么 我现在不告诉你 等一下 等一下8点钟 召会的时候 7点45 召会的时候 我把那个人叫到台上 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这样 这么认真的苦练 结果 接着我们就下楼了 下楼之后 就是灌洗之后 然后就准备要找会 他这老板带了一个大声工 一个手提的一个扩音器 那我的 我特别设计 我的那个司令台是面对阳光的 员工全部背对的遭阳 我面对遭阳 目的就是 早上的阳光很强烈 会设到谁要在讲台上讲话的话 阳光设到他眼睛张不开 他会缩短他讲话时间 我的设计是这样 为了员工着想 那这些设计 细部设计 我也不用跟谁表工 因为这是我的工厂 我要负担成败 那老板拿着大声工来的 他有助理 他拿着大声工来的目的是 他要跟那个员工 告诉员工说 他才是金主 他才是老板 我说这没有问题 我是封王而已 你是皇帝 你当然可以告诉员工 我也要告诉员工 真正的老板是这个人 我只是专业经理人 来管理你们这个工厂 我们有多少时间的缘分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要干得好 继续干 干不好 我就被调职 就这么简单 要干得好 如果说要有公司要留 我也不应该留 因为但经节律 花了所有的力量 我已经觉得 或者是各位已经毕业了 已经都尽得真传了 这个我没有跟员工讲 但是我心里面意思就是这样 你今天想要突然来 给我维福释放 就是你想要来看看 探探我的息子 刚好来验收成果 一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五天 然后经过一个礼拜 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第二个礼拜 礼拜一的招会 他刚好这段时间来了 他原来可能要讲一大堆屁话 结果他没机会讲 是因为 我说你有要讲什么 他说没有 他说那你们 听说你们的这个招会 跟人家不一样 你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我说那你就看吧 你就站在旁边 你看我怎么操作 我把队伍整好之后 我就把那个员工 是一个女的 她只有初中毕业 江西的一个 乡下的一个农村的一个 小女孩 只有初中文化 她当时大概只有18岁吧 初中毕业没有读书 在这工厂干了好几年 也在别的工厂干过 结果因为他参加我的TWI训练 他把那个手上那个 他怕记不熟 还写了那个小纸条 我说没关系 你把这个纸条都盖上 我说请他上台 请他上台 一个初中程度 18岁的农村小姑娘 在台上 我刚刚讲说 你会不会发号死灵 他说不会 他那鼻子下面 就是流了很大的汗珠 很紧张 手心道也流汗吧 我刚刚讲说 你不要紧张 这个整队很简单 你看我做一遍 我就全球 一阵 原地踏步中 然后就开始 1 2 1 2 1 2 我就说我现在交给你 我现在把这个部队一直在 在原地踏步1 2 1 现在你开始发号死灵 先看人家的左脚开始 从左脚开始发第一个音 我示范一下 ISO 9000 然后员工就开始 就就就就开始 我那套口径打了 我说好 停 然后我就说 跟他讲说 来 你接着来 这个这个人他 这个女生他就站台上 自己也开始来 预备 原地踏步骤 他自己也在台上 1 2 1 2 1 2 然后我跟他讲说 你用你的左脚右脚 你来自己 来发音 我们没有用麦克风 对着全部员工 结果他就把整套的口诀 带来员工 一起念 很大声地念完 把我那老板在旁边看了以后 吓呆了 这些农民 人家说你把农民训练成阿兵哥 真的也真是名不虚传 这下他服了 完全服了 当然这件事情 不只是 这个台 我的台湾老板服了 连那个镇上很多的中小企业 开了卡车来 在墙外面给我录影 然后后来我离开 那个公司的时候 要回台湾的时候 他们还要 重金100万人民币一年 请我去做他们的顾问 那这个故事我也讲过 就是他 我说你100万你划不来了 你们都是那种小企业 乡镇企业 或者是个体 或者是集体企业 你们这些人 这些 这些那个 那些 那些乡镇 这些乡镇的人 你们没有这个 你放心 我们早就结合起来 十几个这种 这种企业 我们一起花钱 请你 请你 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 训练完了 他们都回到各个工厂去 因为他们一起分担了这个顾问费 所以这些大陆人 他的进步之所以这么快 有很多原因 这就是上海人的那个眼光 非常锐利 他看重这个 我回来台湾之后 四年中间 他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都要打电话 这些大陆人 都是这些所谓的 个体企业的老板 这些人应该现在早都发了 早都发了 这个我们就不在话下 我只是讲说 你改变了一个人 改变得非常的激烈 从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小农村姑娘 居然可以带领一千个人的团队 发号司令 所有的人通通都要扶他 当然了 因为他的关系 因为他的学历不够 然后那个能力各方面 可能也不足以那个 但是他如果说在部队里面当个班长 当一个这些领导 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因为收过我的信念 也因为他的关系 我把其他那些所谓的经理 副理 我叫上来台上来 带队 带队来念这个的时候 或者来背这个的时候 那些课长 经理 副理 通通被我干掉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 一上台 连一个发号司令都不会 还自称是大学毕业 本科毕业什么的 我都不相信 那些学历对我来讲 全都是狗屁 我全部否定 全部跟他拉下来 换心 从里面换心 当然我TWI的训练 我认可的训练 并不是说 你学了那四项 那四个环节 你就OK了 不是 最后的测验 也不是测验 我教过东西 我教过东西都不用测验 我要你们写一篇论文 而且开始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 说你写论文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 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喜欢拍马屁 尊敬的某某领导 您好 然后最后就是某某人 敬礼 我们在台湾叫鞠躬 跟父母写信 在写鞠躬 大陆不是写鞠躬 他是敬礼 敬礼 我觉得很好笑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格式不是论文 我的论文很简单 你就是一个标题 你从这个训练里面 你得到什么样的重大启发 你把它标题写出来之后 然后你就针对你受到启发 你跟前面你的生活经验里面 什么经验来相比 或在某一个厂里面 有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来相比 如果你没有比较 你就直接就直接就接受的 第一次接受这个 你可能受到冲击不会太大 所以像有上百封的这种论文 我一个晚上就全部看完了 马上有只要尊敬的领导 这些东西我就丢到一边去 我更不看 只要你拍马屁 因为吴总来了的时候 我给我们什么什么样子的教诲 这种东西都是共产党的那种拍马屁方式 我立刻丢到一边去 不及格 然后剩下那些 不会歌功颂德的人 他真正得到了一些 实惠的改变的人 我从这里面再来看 从这里面再来提干 提拔干部 那刚刚讲的这个女生 她也是被我提拔的之一了 其他人还有一个是 曾经唱过那个怀剧 在安徽里面有一种 叫做怀剧 既不是那个 那个灰剧也不是黄眉戏 叫怀剧 是另外一种地方戏曲 她曾经在唱过怀剧的一个人 她的论文写得非常精彩 当然我也是给她合格的 她的论文说 她以前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 又被打了又被骂 一直不得要领 后来换了一个师傅 那师傅教的方法很特殊 教他们如何表达 结果马上她就一步到位了 后来她唱小声 在他们那个剧团里面唱小声 当家小声 可以这样讲 她说她虽然长的样子很丑 可是粉末登场之后 就是迷倒很多乡下 乡下那个死奶 她写得非常实际 她意思就是说 有一种特殊的教法 是非常对位的 也就是说 以前的那个师傅 怎么打她 怎么骂她 怎么样子 对她都没有用 虽然那个师傅 是个名角 可是她不是一个好师傅 她可以自己唱 可是她不能教人 可是后来换了一个师傅 她不是一个名角 可是她就有好方法来教她 让她登台 取代了她以前的师傅 当了那个剧团的当家的小声 这里面讲的东西 就是TWI 就是我的特训 所以我就给她升起来 那那个女生她也升起来 那之后我就再来做 再把这些升起来的人 再做了一次特训 就是由他们去教别人 然后我在旁边看 结果发现到 这个东西跟禅宗一样 你可以悟到 但是你不见得 你可以当禅师 所谓禅 这个大唐 大唐国内无禅师 那没有禅师 那大唐难道没有禅吗 不道无禅 只道无师 不是没有禅法 但是没有好的老师 禅师者就是 他不但悟到 他还能教人 这才叫禅师 而这些人 我训练的这一批人 他虽然写的论文 表示他确实得到 得到我的真传了 可是我叫他们来教的时候 他们就 我因为我坐在旁边 坐在旁边旁观 他们每教到一点的时候 就要看我 每教到一点就要看我 然后就会 然后就会自己自探不如说 我没办法像老师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教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旁征博弈 他们没有办法 我为什么可以旁征博弈 就是因为 你必须很博杂的 学过很多东西 你才可以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是他生活上 就是有相交集的点 比如说 我会吹笛子 所以那一位 那一位那个什么 那个小生 唱小生的人 我又讲到取义的时候 就牵挡他的点了 那因为我又是绿手指 所以我讲到一些农活的时候 那个植物栽培的时候 就跟那些农家的人 又找到了交集点 找交集点就是教学的最重要的点 你要找到共鸣点 找不到共鸣点 都没有用 你要讲的多高深 博大的学问 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跟他相应的任何点 那我的课长一讲讲完之后 被我给拉下来 剃除干部的人 就是因为什么 他的生活没有内容 没有深刻内容 挂了一个假的学历 挂了一个什么假的经历 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问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那个也不知道 所以 四位素餐嘛 那我不把你扒下来 我要把谁扒下来 那刚刚好 这些人通过的人 就像悟道的人一样 悟妙道 好意思 春梦乍行 就是这样 当你 他 我们可以 这个碾花微笑 我看到你的论文 我就知道 你通了嘛 你就知道 我在教什么东西 可是现在你要 你要丰富你的内容 可就不是十年八年 可以丰富的 老和尚念经 聚聚事情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你现在就是小和尚 你虽然有悟道 可是你想要站台上来讲这个东西 还差得太远 不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就是这样 你累积了很多的生活经验之后 就像这个 这是我常常在讲的这些东西 缺倒唐拉上 画画带照 像 亦多不亚生的原因就是什么 这些东西你才有办法庞真博弈 你可以举很多的例子 各位可以看看 那些会善于写书的人 会善于演讲的人 他都是善于举例 举很多的例子 他看了很多的博览群书 所以他看了很多例子 他随时就是 信手年来就是故事 信手年来就是故事 所以他一直讲了很多的故事累积 用那个故事来刺激 要找你的相应点 等到有一个相应点一相应之后 你全就读通了 就这样 所以我的TWI信念 很简单 就是四个单元 但是呢 能够运用 能够上台讲的人 凤毛灵子 能够运用的人很多 因为他知道 然后他每做到一点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到 哎呀 你以前讲的那个东西 真的有 真的 我现在就用上了 我的很多的干部 有些那个很朴实的干部 我用的都是朴实老实人 那这些干部就会想说 他说吴总 你以前讲的那个 我现在用的得心应手了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 好不好意思 我又什么不好意思 本来这个工具就是给你 就是要用这个嘛 给你刀磨的很力 就是让你去 游刃有余嘛 以吴后入有剑嘛 刀瓶泻牛不是这样子吗 那现在就是给你这个 这个 这个 吹毛 吹毛断法 消铁如泥的神兵力气 就是给你用在这里 那刚好你能够用 你称手 那就是我的功劳 这就是我吴中城特训 我的特训 我特别要跟各位分享的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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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